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盛世之后 国家又开始慢慢衰落下来 到了道光皇帝上任 他就纳闷了 明明自己管理国家时 各个方面都已经很节俭了 为什么国库里的钱却还是一年比一年少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啊 当时的清朝实行了一种叫闭关锁国的政策 他规定啊 清朝的百姓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 不要跟外国人有太多来往 所以就只开放了广州这一座沿海城市 让百姓们和外国人做买卖 这让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人非常着急 这些商人一直都跟中国的百姓有生意上的往来 可这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实行 他们能赚钱的范围就变小了 再加上他们带来的货物在中国并不怎么受欢迎 而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商品在西方国家一出现 大家就争着抢着要买 西方商人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 钱不能都让中国人给挣了 于是呀 这些西方商人就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他们呢 把一种叫鸦片的毒品偷偷运到中国来 通过广州这个港口 把鸦片当成普通的烟草卖出去 这鸦片呀 可是会让人上瘾的 抽了一次 还想再抽第二次 抽的时间长了 它还会损害人们的身体呢 可是鸦片进入中国后 很快就蔓延了开来 上至官员士兵 下至普通老百姓 几乎人人都饱受鸦片的毒害 老百姓们因为吸食鸦片 生活变得越来越苦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 国家白花花的银子 也不断流入外国人的口袋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叫林泽徐的大臣 再也忍不住了 便写了份奏折给道光皇帝 说道 皇上 您要是再不禁止鸦片 那么几十年后 士兵们的身体会差得连刀都举不起来 国家就没有能打仗的军队 国库里也没有能用的银两 这多可怕呀 林泽徐的话一下子震醒了道光帝 于是他马上任命林泽徐为钦差大臣 派他前往广州去查计鸦片 林泽徐当官多年 知道广州现在掌权的 大多都是一些腐败无能的贪官 要是直接过去禁烟 肯定会受到阻拦 想要真正实行禁烟 还得有证据才行 于是林泽徐到达广州后 一不做八台大教 二不穿官袍 三不进官府衙门 咦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呀 林泽徐带着几名得利的手下 乔装成各式各样的人 要到老百姓中 暗自调查鸦片和贪官的情况 第一天 林泽徐先是打扮成一个苦力工人 来到珠江边的码头 他看到工人们 在搬着异乡乡沉重的货物 便上前好奇地询问 工人说 那些都是要运往总督府的鸦片呢 林泽徐惊讶地问道 啊 皇上不是已经下达禁烟的圣旨了吗 总督府的人居然还敢卖鸦片 工人们听了 笑作一团 他们告诉林泽徐 就是因为有了总督府里的高级官员保护 那些外国商人的鸦片生意 才会越做越大呢 林泽徐听完后点点头 默默把这些情况记在心里 第二天 他又穿上一套黑色长衫 扮成一个大烟鬼 走进了一家烟馆 他见到一个烟客 正躺在床榻上抽鸦片 便跟那位烟客攀谈起来 攀谈中 林泽徐得知 这些烟馆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卖鸦片 正是因为有贪官们罩着呢 林泽徐把烟馆与贪官包庇的情况了解清楚后 便匆匆离开了 到了第三天 林泽徐又到广州的茶楼去 他一边喝茶 一边和茶客聊天 很快就把官府如何勾结外国烟饭的情况 查得一清二楚 并一一记下了那些贪官的名字 等情况都查得差不多了 林泽徐才换上官府 坐上八台大将 心满意足地去总督府报到了 林泽徐上任后 立马下令将那些勾结洋人的贪官 还有烟商烟饭 统统抓了起来 把他们该撤职的撤职 送大牢的送大牢 这大刀阔斧的举动呀 可把那些外国烟饭给吓坏了 他们只好把手中的鸦片全都上脚 灰溜溜地逃回了自己的国家 这次禁烟活动 一共缴获了两百多万斤的鸦片 可新的难题很快就来了 这么多鸦片该怎么销毁呢 直接烧掉 不行不行 要是这样做的话 鸦片会产生毒烟 到时候就会危害到在场的人 这时有人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林泽徐听了 只点头称赞 之后林泽徐就宣布 要将所有收缴的鸦片 集中在虎门这个地方当众销毁 还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他先是派人到虎门海滩旁 挖了两个大池子 池子里有一个小洞与大海相通 在硝烟当天 一箱又一箱的鸦片 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子中 林泽徐再派人倒上海盐和生石灰 刹那间池水沸腾 大量无毒的烟雾 堂堂升起 没多久 鸦片就化作了灰烬 这样啊 就避免了毒烟 危害百姓的情况了 一批鸦片狠毁后 冲刷干净 又投入下一批 看到这害人的鸦片 全部被销毁了 成千上万前来围观的百姓 拉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这次虎门硝烟 前前后后共进行了23天 就成功销毁了 两百多万斤鸦片 让不少老百姓啊 不用再遭受鸦片的毒害 林则徐也因为这样 被大家称为 禁烟的民族英雄 得到了后人世代的传送呢 哎 那大清朝就这样度过危机了吗 嘿嘿 预知后事如何 皮皮在下回 再与大家分解分解吧 拜拜 拜拜 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